曾经惨遭人村背叛的角度,为何会选择心甘情愿加入小组织?角度的人生理想真的只是赚钱这么简单吗? 大家好,我警示,本期视频,咱们就来系统分析一下角度为何选择加入小组织。 点赞本期视频,角度老爷子,祝你财源滚滚。 其实在我看来,角度之所以会选择加入小组织,是因为他与小组织达成了一致的利害关系。 这也是公示出折制书中给书的说法,会与小定下契约,就是因为角度与组织的利害关系一致,而这也与角度老爷子的过去有关。 通过折制书的叙述和角度自己的志愿片语,我们也能大致了解角度老爷子的背景故事。 想当初,角度在龙人村也是正儿八经的精英人者,那真是属于十里八乡有名的郡后生,而这名郡后生在不久之后却迎来了他的人生转折,也就是传说中的八百里外手里建议战。 但是这一战,自然没有不少粉丝们想到那般风轻云淡,角度不光没能完成刺杀初代火影的任务, 很险些命赏初代火影的目盾秘书之下,想来过程对角度来说应该是非常惨烈的, 在侥幸存活回到村子后,甚至还受到了村子的重罚,曾经受人尊敬的人者转眼变成了人人托满的阶下球, 这也让角度感到愤恨,这才有了他偷取秘书地院鱼,团灭村子高层,叛逃出村子后续。 你看,同样是任务失败被网爆,隔壁木野白牙,最后破防自杀,角度的事套的不是我,而是这个世界。 光从这一点上,角度都属于那种热血漫标准的反派模板了, 不过想来这段经历,导致角度本人还是有那么点加入组织PTSD的, 因此在后来的时日中,角度选择终日与金钱为伴, 角度这种赚钱的行为欲望都影响了当初刚加入小组子的飞断的判断, 让飞断误认为,小组织就是一个任务赏金盈利组织, 但是话说回来,角度这么费尽巴厉的赚钱,真的是为了花钱,为了挥霍吗? 其实真未必,但让陕金猎人赚钱攒钱并不是为了花钱, 金钱本质上就是角度的精神寄托罢了, 所以角度才会说出那句旷世名言,能相信的只有金钱。 在管理学和心理学上,有一个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, 到了角度这个年纪和层次,能够满足他的也有最后这么一个自我实现的需要, 而小组织将角度安排到财务一职,应该也算是看重了这一点, 让角度赚钱,变成了让角度帮小组织赚钱, 最后钱赚了,角度和小组织两边也都束缚了,可谓两全其眉, 但事实自然也不仅于此,不管是与当闪金猎人,还是赚钱消遣, 这些对角度来说其实都是次要的,角度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强大与长寿, 这也是在控制出者之中的权势,通过战胜高手, 角度可以从对方的身上取得心脏来供养自己, 维系不死之身的同时也让自己预防强大, 而小组织自然也不会干涉这一点,这才是角度与小组织真正的互惠互利的厉害关系, 看起来是角度帮小组织赚钱,满足自己的精神需要, 实际是角度获得强者心脏的同时,顺便帮小组赚钱来撞到自己, 这一点破坏在漫画中表现也有为明显, 在角度与卡西等人的战斗中,因为自己其中一个心脏被卡西破坏, 所以到后面角度看卡西的时候眼睛都泛绿光, 哎不对,角度的眼睛好像本来就是绿的, 等到再被录完,设计破坏到第二颗心脏, 角度看到赶来支援的名人异形人之后, 同样也是在念叨补充心脏仪式, 可见角度多少还是有点强迫症的形象, 看似风情云淡的狠话, 其实也表现了角度只是对补充心脏的强烈欲望, 毕竟没失去一个心脏,就代表自己又鞭弱了一分, 死亡的概率也就大了一成, 角度自然是不愿意自己的身上发生这种事情的, 可以说地缘于富裕乐角度常成不死的能力的同时, 也让这名曾经不惧生死的人者, 开始变得胆小怕死, 而也就是他的这种性格影响了自己的判断, 最后也葬送了自己。 好,讲到这里, 本期杂魂引文也就基本结束了, 如果感觉整个内容讲得还算不错, 评论前的各位也可以给整个点赞关注, 收藏转发支持一下。 这里是景气日, 我要继续给大家分享关于火影的各类有趣内容, 咱们下期再见。